这是一个教你怎么在高好志愿填冒当中 如何选学校 如何选专业 如何报志愿不后悔的付费专栏 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城市的选择 城市应该放在优先考虑 因为不同的城市大家见识确实不一样 那剩下的专业科学院校该优先选哪一个呢 这个问题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而且如果你是在6月份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6月份的时候在微博的热搜上 一定会有这个东西上热搜 就是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 然后会有一大堆人告诉你 学校最重要 学校最重要 当然也会有一小部分人告诉你 专业最重要 专业最重要 到底该怎么选 我谈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看法 那么咱们本经课呢先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呢关于十三大学科门类的分类 这个学校更重要还是专业更重要 一定要看一下你是什么专业的 其实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他说学校一定重要吗 专业一定重要吗 不一定 看你是学什么的 那么后面该怎么选呢 以后给大家做介绍的 首先呢来讲一下关于学科门类的分类 咱们中国呢是把所有的专业分成了 13个学科门类 什么叫学科门类呢 学科门类就是你上了这些专业啊 你这个专业属于哪一个学科门类 你最后毕业以后就会被授予什么样的学位 我们毕业以后两个证 毕业证 学位证 你学位正常写着你被授予了什么学位 这个叫学科门类 比如说老师 我学的是地理学专业 地理学专业属于什么 理学啊 你最后就被授予了理学学士 你考了研究叫理学硕士 那你说老师我学数学的 你也是理学啊 你学地理和学数学 你的学位上是一样的 你是理学学士 读了研究也是理学硕士 那你说老师我学的是土木 土木是什么 工学 老师我学的是作物学 这个叫农学 那老师我现在学的什么 那老师我学的是中文 那你是文学 老师我学的外语 也是文学 老师我学的新闻 也是文学 所以说大家首先要了解到 你所报考的专业是属于 哪一个学科门类 13个学科门类 这个怎么看呢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看一下你那个专业 它不是有专业代码吗 每个专业有一个 六位数字的专业代码 专业代码前两位 就代表了 这个专业的学科门类 比如说你专业代码前两位是01 这个就是哲学 02 经济学 03 法学 你比如像社会工作 你报了一个专业叫社会工作 你发现它专业代码是03开头的 说明社会工作毕业以后是授予法学学位 04 教育学 05 文学 06 是历史学 07 理学 08 工学 09 农学 10 医学 11 是军事学 这个其实我们应该是把它放在一边的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 一个类别 它是提前批 那么12 管理学 13 艺术学 所以你看你这个专业的学科代码 前两位就能看到这两个不同的 那么理工农医 这个叫自然科学学科 像这种专业 它都是跟什么打交道的 都是跟所谓的科学和大自然 打交道的 理工农医 你看 这是自然科学学科 这个叫社会人文学科 社会人文学科 这些专业 你发现都是跟什么打交道 都是跟人来打交道的 都是跟人来打交道的 它跟所谓的这种自然科学学科 你发现了吗 非常明显的差别 一类是所谓的跟数字 物理 化学 生物 这种专业打交道 另外一个什么 各种人文 思想 对吧 来打交道 明显的差别 那这两大类 我们在到底是学校公众 还是专业公众的时候 就有差别了 那么 如果你是学社会人文学科的 这种专业 我个人建议是什么呢 是以学校为优先 学校为优先 但如果你是学的是理工农医 这个又要看情况了 那么看什么情况呢 我来说的